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小问题 像有一些人他可能来这边 他不自住 他要投资 那您觉得这三层楼 这种townhouse 它是适合自住一点 还是适合投资一些 其实都非常适合 那目前来讲 在投资的客人里面 他最关注的是一个投资回报率 那么就刚才我们讲到 提到的因为这边的地税还是蛮低的 后期持有成本非常低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它就意味着他将来的回报会比较高 当然了 对于 就是 跟尔湾比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 尔湾的涨幅肯定会比这边好 但是呢 那么同样的来讲 涨幅好的不见得 他的投资回报率高 因为他的价钱高 对 所以呢就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所以呢 投资回报率和未来的这个 就是价格涨幅来话呢 其实它不是正比的 它正好是反方向的 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投资的客人 投资这套房子是比较适合长持的 那么自住其实也非常好 因为自住的客人他考虑的是什么 安不安全 对不对 学校好不好生活方便嘛 其实他基本上考虑的是这个 离工作地方更近一些 对不对 对 离自己生活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就是更便利一些 这是大家自住的这个客人考虑的 所以呢 我们以前卖过很多耳湾类似的房子 你看现在这样的房型已经走出了耳湾 已经往周边辐射 甚至到LA那边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像连排 像两房或者是三房2.5玉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那种社区 像这样的房子 它的下面的车库是不attach在我们的房子里面的 但是我们这种连排 车库和自家都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一进入车库 然后自己上楼就是自己的家了 所以这种户型还是非常非常熟 就是青年人或者中年人 小家庭或学生 他们都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户型 对比如说拿我来说吧 我可能就不太会喜欢 有一个大院子我自己要去打理 或者是每一个月我要请人过来打理 因为它这都是一笔额外的费用 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 那车库就在楼下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上楼了这样 要不然的话我找HOA 他也要给我开罚单 然后我还要请人过来帮我 除草割树这种的 对都是一笔费用 对像现在就是比较现代的一些城市 然后像这样的简直是太多了 对吧不管是我们的城县 洛杉矶县 甚至包括现在的Riverside 像这样的就是它的价钱比较好 又是刚需房 然后如果再加上社区便利 安全有门禁 学校不错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去投资的这种房产对象 所以这种房产的确实还是非常受这种大众欢迎的 价钱的也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 也是也是目前大大小小的这些建商热衷盖的这种房子 是吧所以呢像建商他们盖房子肯定是经过了他们自己的市场研究 那他们的市场调查可不是心血来潮就盖一片社区 他是通过了非常久 像几年的这种市场调查才决定我要不要拿这块地 我将来的那个成本回报在哪里 我的我的我的预期在哪里 对不对 这种大大建商呢 他肯定做的这些研究 可能是是比一般的投资人更更更更谨慎的 对 今天呢基本上我们的open house就在四点钟结束了 所以呢我们很快这一期的小红书也要跟大家说再见 如果呢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就是今天我们没有聊到或者是大家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这个1562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联系我们下方的小红书 关注我们的这个频道来就是私信我们 欢迎大家一直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小红书频道 然后我们下期在下一个open house 跟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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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